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玫瑰教堂的小朋友 今年是我们第二次的配合 因为去年实在表现得让人非常惊艳 所以今年再次邀请到他们来到现场 那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观赏一下 他们不一样的演出非常可爱 这些漫飞天使虽然在学习一件事情上 需要比其他人花上更多时间 但在老师细形的带领下 各个的潜力都令人惊喜 说实在身心障碍的孩子 他们在学习方面 当然就是说没有像我们一般的孩子那么的伶俐 说我们每次的练习 也是他们愿意一次又一次的 不断的在错误的地方在做改善 把每一次我们努力的成绩可以呈现出来 藉由这些外出表演打击乐的一个机会 来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也跟社会做互动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更接纳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不要把他们当成特殊的 除了企能训练中心的干部 成员及老师以外 聚工也是让这些身心障碍的大小朋友们 能够站上舞台的大功臣 那我发现他们都有自己的能力 然后也跟他们一起来表演 我觉得社会大众就是可以 不要看到他们就排级 然后尽量鼓励他们 然后帮助他们 本来只要做两个礼拜 然后就跟他们相处越来越开心 然后所以就做了两个月到现在 其实他们只是有些缺陷 可是他们还是有能力去做那些事情 只是比较没有这么完美而已 议员许素霞也相当肯定 玫瑰打击乐团的表现 并期许大家都能予以他们更多的关心 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人 他们把平常训练的一个打击乐的一个精神 来到现场来做一个表演 我们也说我们这些人 对我们这些比较一些弱势的这些小朋友 我们应该多做一些关爱 尤其看到小朋友这么快乐的一个成长 这也是我们乐见的 所以在这边感谢我们阿怪村可以邀请到 这些孩子们来这里做一个表演 希望所有类似的一个活动 可以让他们多多来做一个参与 来做一个表演的话 我相信也可以增强他们的一个自信心 对于此次业者 能给予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一个演出的舞台 议长和顺风是相当称许 也盼各界都能给予他们 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民意熊雄心仪入股采访报道